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6月22日星期一 在北京爆发了第二波疫情之后 官方统计在过去11天确诊病例是236起 其中包括一名一岁的儿童 另外 官方说疫情在得到控制 疫情进入平稳期 说每天增加的新病例是降到个位数 比如说昨天说降到了6月21日是新增病例是9位 但是由于中共历来以这个隐瞒或者造假著称 所以中共官方所公布的数字并不见得能够有多少人相信 另一方面 官方的做法是相反 既然是疫情下降 疫情平稳 但是官方却在扩大监控或者封闭的范围 而且把一些原先定的低风险区调升为中风险区 然后又把一些中风险区升级到高风险区 那么从这些动作来看 似乎疫情又在加重 另外非常耐人寻味的是 在武汉爆发疫情之后 过了两个月 当其他国家爆发疫情 中共声称其他国家应该朝中国的作业 大肆宣传武汉防疫抗疫的成功 尤其是极端封城措施 把武汉围得像一个铁桶一样 外面的人不能进去 里面的人不能出来 但是这次北京却没有采取武汉式的极端封城措施 基本上是半封城措施 事实上是北京不仅吸取了武汉的教训 更重要的是它在向其他国家抄作业 包括美国 欧洲国家 包括很多的亚洲国家 像台湾 韩国 新西兰 新加坡 还有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就是说这次中共是不动声色的抄了其他国家的作业 所以才没有这么极端的封城措施 但是另一方面来说 也有一些气氛非常的诡决 或者是令人难以置信 比如最近几天 突然中共的首都北京又大量的增加了武警和便衣警察 我们知道在事发当天 6月11日当北京风采区新发地菜市场出现了这些病例之后 先是中共不是派医护人员进场 首先进场的是1500名武警 第二天又进场了一些穿迷彩服的部队 都知道中共是维稳 维稳就是要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政权安稳 即便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而国际民生或者人民的健康和生命放在次要位置 医护人员是后来的事情 那是发生的第一天 现在事情已经十几天了 突然就在这两天 这个周末在北京又大量的增加了武警和便衣的部署 尤其在海淀区 还有在一些重要的地铁站 尽管街上空无一人 地铁站也空无一人 但是如果说出现大量的医护人员 或者说环保工人在内出现很正常 但是出现的却是警察和便衣 所以有的北京市民就议论纷纷 说这些警察能够防疫抗疫吗 或者说这些便衣特务能够治病救人吗 事实上中共的做法从武汉到北京到全国各地都一样 与其说是防疫控疫 不如说是防人控人 这是中共的政治操纵 也就是即便是面对瘟疫 面对疫情 中共也是政治防疫 那么这个大量的警察 军警和便衣特务的出现究竟怎么解释 只能有两种解释 一种就是针对民众 就是防民变 比如说中共是否担心这个时候又在首都北京出现了第二波疫情 民众会游行示威集会解释 甚至发动颜色革命或者起义 但是这种可能性应该比较小 中共自己也可以判断比较小 因为基本上经过中共70多年的高压统治和奴役 中国人基本上是最怕死的一个民族 不要说是其他的怕死 战争的怕死 就是说面对瘟疫 病毒这种情况 中国人是闻之色变 你听到这种情况就自动的不出家门 甚至自动的保持距离 而人与人之间见面就跟见到瘟神一样 遥遥的躲避 所以中国人在这个时候反过来聚集起来 游行示威集会结社 甚至颜色革命或者起义 这种可能性很小 它不像在香港或者是美国 人民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 表达自己的心声 就像在美国在纽约所发生的一样 即便是大瘟疫还没有过去 城市还没有完全解封 禁逐令还存在 但是民众依然的上街游行示威抗议 就为一个白人警察执法不当 导致一名黑人死亡的事情 这个游行示威每天几乎都还在进行 只是头几天的暴力很快就过去了 现在都是和平的进行中 这是其他国家的民众 中国民众不至于是这个情况 所以有双重的压力 一个是中共的高压 还有大瘟疫的高压 所以中国民众一般都是躲起来 避之有恐不及 所以大量的这些武警和便衣上街针对民众是没有理由 那么就还有第二种可能性 那就是中共党内针对中共党内 那么说的浅一点就是一种防范措施 比如说习阵营针对反习阵营 怕反习阵营在这个时候找到习阵营的漏洞或者是缺失 又一个失败来做某种进攻 比如说现在首都 控制首都北京的所谓政治局委员 市委书记蔡奇是习家军人物 跟武汉不同 也要甩锅 武汉撤掉了省委书记或者是市委书记 那么要么是副主席王岐山的亲信心腹 要么就是其他派系的人马 所以习近平就把他们撤掉 把责任归到他们头上 换上习家军人物去摘桃子 以防疫抗疫的成功来摘桃子 那么现在蔡奇就是责任者 那么反习势力是否会提出要他下台 要他辞职 这就让习近平很难堪 因为习近平任人为亲和团团伙伙已经达到了这么一个程度 就是绝不会壮事断晚 绝不会大义灭亲 连一种骑马的政治底线都没有 当年2003年沙士瘟疫爆发的时候 胡锦涛还可以壮事断晚大义灭亲 把他的团派大员孟学龙说撤就撤了 说撤子就撤子了 因为他当时是北京市长 后来启用的是王岐山 是代理市长 作为救火队长 习近平绝对没有这样的破例 也没有这样的哑量 也没有这样的风度 所以这个就会引起反习势力的不满 反习阵营的不满 说到前一点就是习近平 习家军 习正寅要防范反习势力 加上这两天 习近平方面加强了对任何反习 哪怕是表达习近平下台这种呼声的人的治罪 包括私人鲁阳 还有包括共鸣活动的人士许志勇 还有很多像任志强这些人都被要么关起来 要么是逮捕 要么是批准逮捕 进入四塔程序等等 就是公报私仇 因为有人要他自己下台 针对他 结果就拿国家公器来报复这些公民和国民 说得重一点 这次大量的武警和便衣的出现 也可能中共党内又出了什么事情 中共高层 因为近年来实际上是事情不断 光公安部就两个副部长先后是出事 一个是孙力军 是在唯一一个拥有公共卫生硕士 曾经坐镇武汉的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落马 当时我判断 要么是参与了政变 要么是泄露了中共关于武汉的秘密 给五眼联盟 或者是澳大利亚美国 接着另一个公安部副部长是孟庆峰 又莫名其妙的下台 而且没有下落 没有不知去向 这个孟庆峰甚至是个习家军人物 我说他极可能跟重庆的市委书记 政治局委员 陈敏尔有所勾结 而陈敏尔的部下 重庆市的副市长 公安局长 前不久才被突然拿下落马 这连接起来似乎由某种习政营内部抢班夺权 争夺接班人所发生的内讧 所导致这个公安部副部长突然落马 再早些时候 还有北京卫戍区的私利就是王春宁出事 因为他本来兼任是北京市常委 然后突然这个职务被拿掉 被一个资历更浅的 刚刚上任不久 北京卫戍区的一个政委姓张的人突然取代 而王春宁之后官方没有任何的交代 他也没有任何的路面 所不知去向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人是以其他一些莫名其妙的方式消失 比如司法部长傅政华 他的职务一个接一个的被拿掉 然后就调到人大当一个贤差 说是退休 又还继续任职 所以说不过去 他的案子跟孙力军有关 另外最近有传出司法部的政治部主任 一个叫冯丽军的 跟孙力军后面两个字一样 但是叫冯丽军 这个女性高官突然从坠楼身亡 而中共官方谎称她是病亡 但是知情者都知道她是坠楼身亡 当然也有可能说是被自杀 被坠楼 其实从中共建政以来 70年的历史也有迹可循 在毛泽东时代 基本上他不太动用这些大量的武警 但是他会动用这些便衣特务 或者是动用所谓首都工人民币 在毛泽东死的最后一年 北京的确出现了很多的异常 包括当时三巨头相继病重死亡 当时的中共总理周恩来 中共人大委员长朱德 后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都相继的病重和死亡 那个时候北京的气氛的确很紧张 尤其又发生了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 那就是百万民众聚集天安门 悼念周恩来 矛头指向毛泽东 然后也指向四人帮 再后来就是粉碎四人帮宫廷政变 华国锋一派发动了政变 推翻了毛泽东深浅的布局 毛泽东的布局是华国锋作为过渡人物 而他的夫人江青是要接班国家中央主席 党的主席 然后隔代接班人是他的侄子毛远新 但是华国锋汪东兴 叶剑英这一派却先下手为强发动了政变 一举就逮捕了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和他的侄子毛远新 同时还逮捕了两名政治局常委 就是副主席王侯文和副总理张春桥 另外也逮捕了政治局委员姚文元 也就是说他们所说的粉碎四人帮实际上是一场宫廷政变 那个时候北京就出现了紧张 比如说四人帮粉碎前和粉碎后 北京的气氛都非常的诡异 现在华国锋一派做了一些布局 也大量的出现了这些警察或者是一些便衣特务 这是毛时代 到了后来改革开放的头十年 基本上这种紧张情况没有出现 在六四大屠杀之后 中共的反范就是敏感日 比如说每年六四大屠杀这个纪念日 中共会大量的增加军警和便衣特务在北京 另外在像其他 包括镇压法轮功的日子 比如说4月25日或者7月22日也会出现大量的军警 或者便衣特务的部署 最重要的是其他日期敏感日越来越多 包括五四运动 中共也当成一个敏感日 还有四五清明节也当成一个敏感日 甚至于中共自己的一些节日 哪怕是国庆都会当成敏感日 还有一些前开明的领导人的去世日都是敏感日 比如前总书记胡耀邦 前总书记赵紫阳因为支持民主改革 那么他们的去世日 就是季日或者他们的诞辰日 中共方面都是明刚暗哨如临大敌 要进行防范 所以说到这几天 大量的军警和便衣出现在东西长安街和海淀区和很多的地铁站 究竟发生了什么 难道中共高层有重要人物死亡 或者说中共高层有重要人物被打倒 或者说中共高层习阵营和反习阵营 这个紧张的斗争到了一出即发全面摊牌的地步才会出现 这样莫名其妙的就在第二波疫情的同时大量的部署警察和便衣 这个非常的情况 所以这个情况还不明朗 还有待观察 结合中共高层的斗争仍然是朴素迷离 刀光剑影充满变数 今天6月22号星期一 中欧峰会开始举行 就是由中共和欧盟27个国家的首脑峰会开始举行 这是每年一度都会发生的事情 这一次是以视频会议的方式 中共方面主要是总理李克强出面跟27国组成的欧盟这些首脑进行对话或者是互相支持 据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也会以某种形式露面 比如说发表讲话或者是跟这些首脑有所互动 但是这一次中欧峰会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 一个是在大瘟疫的背景下 再一个是在共产中国遭受国际围堵 跟国际关系空前紧张 包括跟欧洲关系空前紧张的情况下举行的这一次峰会 这次峰会非常引人瞩目 相信双方恐怕在各种领域都要发生激烈的争吵 包括中共在香港推厄法 港版国安法 还包括中共执意在新疆和其他地方继续迫害人权 还有在经济上 贸易上跟欧洲也处于紧张的关系 还有中共通过控制医疗物资 高价兜售医疗物资 还有兜售假冒尾的商品对欧洲的危害 欧盟方面 美国是敦促欧盟方面 要在对中共更为强势行动起来 对中共采取果断的行动 看上去欧盟似乎跟美国还有一些步调有点不一致 一方面是因为欧盟内部27个国家态度不一样 有的是偏右 有的偏左 有的是坚持原则 有的是奉行练进主义 比如说德国 尤其他的总理默克尔在继续奉行练进主义的政策 对中共迁就容忍 那么另一些国家像捷克 瑞典 这些国家对中共是采取强势反击的立场 而英国是正在向中共示强示硬 所以这些表现不一 丹麦最近也是表现对中共相当的强势反击 另外一点就是欧盟跟美国还有一些不同 欧盟对共产中国经济上的依赖似乎更大 难以一丝脱钩 但是欧盟跟美国大方向一致 包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向欧盟喊话 现在都说欧洲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做选择 他说其实不是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做选择 是在暴政和自由之间做选择 那么欧盟领导人在回应蓬佩奥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说实际上美国和欧洲的大方向是一致的 只是方法可能有所不同 说美国和欧洲还要加强沟通 还有很多的合作空间 实际上就呼应了美国 但是又表达了有一些方式上的不同 但尽管如此 似乎欧盟的态度跟美国相比 对中共显得软了一些 但是欧盟仍然在采取一系列的行动 比如说就在前几天 6月19日 欧洲议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案 谴责中共在香港通过《港版国安法》 而且说如果中共不收敛的话 欧洲议会就考虑要计划把这个案例提交国际法庭 就是涉在海牙的国际法庭 对中共进行起诉 因为中共至少违反了两条 一个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 再一个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 这是联合国的公约 而《中英联合声明》也在联合国有备案 得到联合国的背书和国际社会的承认 中共今天《港版国安法》在香港所要做的事 不仅是扼杀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出版自由 阻断香港人的双普选之路 更重要的是他还要破坏香港的司法独立 居然要特区行政长官去指定法官 对所违反国安法的人进行特殊的单独的审判 就是脱离现有的香港司法轨道 脱离英国殖民时代留下了一个优秀的法律 英制的法律体系来进行中共式的党领导 把党的领导加于香港 回归中共这么一个姿态 来破坏香港 彻底砸毁一国两制 砸毁香港的特殊地位 不仅损害香港人民的利益 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 也损害世界各国的利益 因为世界各国 跨国公司都在那里设有总部或者是分部 一直跟香港的经济息息相关 必不可分 另外 欧盟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来对付中共 比如说欧盟前期天规定 凡是中国公司超过20万欧元的这种资产 但是它背后有中国政府补贴的话 那欧盟就要对它进行调查和惩罚或者是拒绝 因为政府补贴中共的这些公司或者是国营企业 来跟欧盟的公司进行竞争 这是不平等的 违反市场规则的 违反市场经济的这么一个人为的低价倾销 这对欧盟会经济上不利 另外一点 欧盟还规定 凡是中国中资去收购欧洲的企业 如果收购的超过35万欧元以上 必须得到欧盟的批准 而不像以前那样 让中共的红色资金大局入侵 想收购什么 甚至于以某种表面上看上去低价 自我吃亏的方式去掌控欧洲的这些经济命脉和基础建设的这些命脉 所以欧洲显然提高了警觉和警惕 另外 欧盟就在两天前还采取了一个坚决的措施 对中国公司对欧盟倾销的玻璃纤维采取了坚决措施 那就是征收惩罚性的关税99.7% 几乎百分之百 因为玻璃纤维这些公司不仅受到中国政府的补贴 而且以低价的方式跟欧洲的企业展开不对等的竞争 所以是欧盟采取了断燃措施 加征99.7%的惩罚性关税 像这些动作都非常类似于美国对中国公司采取的动作 只是欧盟的力度还不够大而已 内部还有一些分歧 所以中欧峰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 那么显然这个峰会会发生激烈的争吵 双方甚至可能不欢而散 而在会后也可能产生一些更多的负面影响 也就是说中欧关系跟中美关系的走向方向大致一致 那就是尽管现在还没有完全脱钩 但是迟早或者逐步的走向脱钩 甚至有一天可能全面脱钩 全面对立 关于中国和印度 中印边界形势 最新的形势是印度方面大量的向边境增兵 那么包括步兵 炮兵 工程兵大量的被派往中印边界布防 还有拖着火炮 火箭弹的这些军车也都一类接一类的开向边境 而当地的居民还观察到说印度方面的列车都装载了大批的军用军车 坦克 装甲车开往中印边界的前线 而在靠近中印边界印方一侧的高速公路 现在都已经被印度军方接管 显示似乎一场大战迫在眉睫或者是溢出激发 另外更重要的是印度军方现在取消了一个禁令 就是不得开枪的禁令 因为这次发生在6月15号的这一场血腥冲突 中共方面首先袭击印军 而且是违背了过去的 过去指说是石块和木棍有一个协议 双方是有限的一些防范 所以建立一个互相信任的边界关系 但是中共第一次在木棒上绑上这些铁钉 号称狼牙棒 属于这种杀伤性的武器 袭击印军 所以首先给印军造成了死伤 尽管后来这个伤亡的结果是 中共的伤亡是印度的两倍 死亡数字是印军的两倍 但是中共是毁莫如生不愿公布 但是印度和国际社会都做了这个公布 尽管中方的伤亡大力印方 但是首先是中方先攻击 而且是动用了一种心狠手辣 毫无人性底线的那种狼牙棒 带铁钉的棒来攻击印度的这些官兵 所以激起了全印度的愤慨 所以印度现在全民抗议中共 经常都有世卫游行集会抗议活动 而且是抵制中国货 砸烂中国的电子产品 在各方面下架中国的软件等等 现在印度进一步的军方放松了不开枪的禁令 说是必要的时候 作为政党防卫的自卫环境 或者双方交锋的必要 如果中方采取这些致命性武器的时候 印方是可以开枪 这个时候中共方面派出了《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通过微博微信的方式发言 说如果印度改变这个规则 对中共的军方动枪动炮的话 那么说就是印方是拿鸡蛋碰石头 胡锡进炫耀说中印两国 中国的军力强 说国民生产总值GDP 中国是印度的五倍 还说军费开销 中国是印度的三倍 然后就得出一个洋洋自得 自吹自擂的结论 说印军跟共军相比是鸡蛋碰石头 听上去很好听 实际上如果讲整个GDP 整个军费可能是这样 但是问题是中印边界就不是这样 战略上如何 战术上如何 或者整体形式的对比不代表局部形式的对比 在中印边界实际上印军占上风 用印军的三地狮 而中共没有关于高原作战的三地狮 这是印军的一个特长 是全世界最长的三地狮 所以在1967年1987年的对峙中 中共是闻风而逃 闻风而退 它不像1962年 印度还没有像样的军队 中共军事上占了个上风 但是让出了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印度不仅有三地狮 还在空中和陆地保持了优势 所以在中印边界 中共实际上讨论的好处 最重要的是 印度是得道多助 而中共是食道寡助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从舆论上到实际军力上会支持中共方面 而印度方面 大多数的国家都会支持它 首先包括它的传统盟友俄罗斯 还包括现在新的结盟的关系 印太联盟 美国 日本 印度 澳大利亚这条线和这广阔的国际战线 甚至包括欧洲都会支持印度 尤其是这次美国国务卿发表的声明 是悼念了印度方面伤亡的官兵 维稳了他们的家属 而对中方的伤亡 只字不提 可以看到美国的选边站非常清楚 所以这种国际态势将中印边界的具体的对比 中共方面如果要碰印度 那才是鸡蛋碰石头 所以尽管中共大发联翩 但是私底下还是想求和求谈判 但是中共已经范刑在先 而印度方面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现在最重要的是俄罗斯实际上有了动静 不光是中共的媒体前夕天说 在西部中共有400多架战机 有一部分要留作防范俄罗斯 因此在空军空力上哺乳印度 但是最近几天俄罗斯有了大动作 俄罗斯每年都会举行二战胜利日的阅兵 今年由于大瘟疫的影响 就把阅兵有所分散或者延后 在6月20日在莫斯科举行了阅兵 6月24日会在其他城市举行阅兵 尤其这次重点的看头是在跟中俄交界的这些边境城市举行大规模的阅兵 那么前几天6月20日这个红场的阅兵比以前规模小 中共也派了所谓的军人去参加 但是俄罗斯这次中共显然不重视 把他排在蒙古和塞尔维亚之后出场 而中共出场的时候受到莫斯科民众的冷淡 甚至是喝倒彩 实际上中共在俄罗斯现在是非常不受欢迎 在民间极其强大的反感 尤其是大瘟疫 中共输送了大瘟疫 给他们极其的展改 那么在6月24日即将登场的边境城市这些大阅兵 这些大阅兵展示了俄罗斯的各种武器 尤其在跟黑龙江交界的这些俄罗斯的城市 什么柏利 双城市部署大量的俄军先进武器 不光是俄罗斯的这些T-80重型坦克 这些坦克可以说克服极寒气候 说是相当先进的坦克 而且还有其他的这些火炮 各类型式的火炮 最重要的是俄罗斯这次向中国展示的是进攻型的超级巨炮 被称为超级巨炮 说这些超级巨炮是世界最领先的 它的超级巨炮有不同的口径 有些是破级炮 有的是自行炮 那么它的口径有什么240毫米的 203毫米的 153毫米的 而这些破级炮使方向都瞄准中国 这些射程也都是在中国境内 它这些炮来还取名一些非常好的名字 都用花来取名 什么玉金香 什么牡丹花 什么金和欢 什么风信子 似乎这些巨炮 超级巨炮一开 要在中国遍地开花 所以俄罗斯毫不掩饰 它这些重新巨炮就针对中国 而且俄罗斯在远东地区所部署的军力 本来是部署在欧洲 它部署在东欧 或者是在防范欧洲一线 在冷战结束之后 东欧解放之后 这些军队先后不防在中俄边境 比如说它的第五集团军就从欧洲战场调到了中俄边境 第五集团军 还有历史上它的一些其他集团军曾经入侵中国 原先在二战最后一个星期 俄罗斯 当时苏联是撕毁了跟日本签利的互不侵犯的中立条约 突然打入中国东北 打入中国东北之后 大量的抢占中国的物资 大量的强奸中国妇女 而且把东北的权力交给中国共产党去接管 这就奠定了中共血腥统治中国70年 这么一个历史的起点 那么现在俄罗斯这些第五集团军 还包括在那里的第29 第35 第36集团军 都部署在中俄边境 那么现在的目标 他们毫不掩饰就是针对现在的中国 还展示了一些非常隐秘的武器 比如说他有一些武器可以关闭中方的这些手机 或者是窃听这些手机 它们的一些间谍飞机或者间谍的装置 宣称自己的无人机发展很快 但是俄罗斯专门研究了针对中国无人机的这些设计的 相关的这些火炮或者是设计的装置和武器 这次俄罗斯在中俄边境一系列城市展开的大军演是针对中国 也跟中印形势有关 也就是说如果中共真的跟印度发生战争的话 俄罗斯不仅会在北边牵制 而且随时可能攻入中国境内 而在历史上 俄罗斯历来就是这么做的 从大清国时期到后来的二战 俄罗斯都是这么干的 另外 就在这两天 美国和俄罗斯新领的核柴军谈判开始举行 就是本周星期一和星期二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 这双边的谈判是基于核武器的有关限制条约已经到期失效 另外 美国又退出了跟俄罗斯的中程导弹条约 这次在谈判前 美国的总统川普和美国政府向中国发出了邀请 要求中共当局也参与这场谈判 但是中共当局是断然拒绝 这显然会引起美国和俄罗斯的不满 也就是说美国和俄罗斯在谈判限制核武器 但是中共方面却可以随心所欲的发展它的核武器 由于过去美国和俄罗斯受限于中程导弹的条约 中共在中程导弹方面现在已经取得优势 在数量部署上取得优势 可以随心所欲 而且是无所顾忌的到处的发展和部署 这就是美国推出的中导条约的关键所在 实际上是针对中共 这一次中共断然拒绝美国和俄罗斯要举行的这场核军备限制的谈判 就显示中共自外于美俄之外 也自外于国际社会文明世界之外 不仅引起美国的不满和反感 也会引起俄罗斯的不满和反感 实际上中共拒绝的态度可以说反过来会推动俄罗斯跟美国走近 而推动俄罗斯跟中国渐行渐远 本来川普政府就有一个战略要联合抗中 就是把当年联中抗苏的大三角原理倒过来用 甚至连亲共的前国务卿基辛格都支持美国这个新的战略 所以中共面临这个新的战略 中共现在拒绝加入这个核谈派 是对这个战略进一步的推动 川普在第一任期内受制于通过门 没有实质性的改善美国关系 但是如果川普当选连任 美国关系肯定会得到实质性的改善 而在前段时间G7首脑峰会举行前 川普就抱怨说俄罗斯应该加进来 说不应该少了俄罗斯 也就是继续把七大工业国加入俄罗斯 恢复到以前的G8 就是八大工业国 这样的话意思就是团结俄罗斯来对付中共 指他在欧洲部分受到一些反对 暂时为了入院 但是他当选连任之后 这个形式会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实际上在历史上 在毛泽东时代和苏联的勃利日务时代 当时的苏联就曾经建议美国趁中共的核武器刚刚发展起来 美苏应该联手对它实行一个空中打击 摧毁它的核武器系统 但是当时的美国政府没有同意 因为当时美国把苏联当成主要的敌人 而还有联中抗苏的计划正在酝酿中 所以是放过中共一马 现在显然美俄联手重新对付中共 已经比当时要对付它的难度增加了 但是俄罗斯的想法没有改变 因为俄罗斯跟中共是邻国 而现在中共不受任何条约的限制 放手发展核武器和中程远程导弹 给俄罗斯就带来了近距离的威胁 中共的拒绝和强硬姿态不仅会加速俄罗斯跟美国走近 而且俄罗斯跟美国在谈判中极可能再次在闭门秘密的谈判中提出 要恢复当年前苏联的那个思路 当年美苏联手摧毁中共的核武库 今天是美俄联手 一旦战争爆发 如何协调一致 首先摧毁中共的这些战略和设施 或者尽可能的摧毁中共的核武库 或者主要的核武库 以为将来的战争赢得先机 好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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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